聆听正觉之道 开觉最根本的智慧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智者妙音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第二章 正行宣说三世道第三节 上世道修至悲双运 解脱有迹二边 第二 修圣异地菩提心 修学如何断除烦恼 第四 修学以正知正念实现利己 如果我们确确实实希望能够根除痛苦 就必须将正知正念融入生命中 觉知任何起心动念 及时转化或铲除习气 这样才能免除素叶导致的恶果 同时也避免了失控的情绪 制造未来更多的痛苦和苦因 从而实现利己 要利益自己 首先要生起正知正念 其方法如入菩萨行礼所讲 横随上师尊 堪步次开示 为尽有缘者 横意 生正念 横时追随上师善之事 以恭敬心 听闻开示 并以祈祷的方式来帮助生起正知正念 尽管我们已经明白很多善法的道理 但因为业力深重又缺乏福德 实在没有办法凭自立升起正知正念 就必须要祈祷三宝加持 同时依靠累积福德来升起 要得到上师三宝的加持 一方面要经常祈祷 另一方面要长期依止上师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 自幼一直跟着我的大恩上师 即使没有听法 只要待在上师身边 也是在接受一种加持 我们与俱德善之事在一起的时候 自己身上不好的习惯 自然会减少 心中就能逐渐升起正知正念 经常依止上师 听闻佛法开示 具有敬畏心的人 容易升起正知正念 不论他的心如何狂野顽固 都能够慢慢调伏 众生有无名 就会串习产生烦恼习气 失控的习气又带来痛苦 烦恼从最初的萌芽到粗重的情绪 从意识扩展到语言和行为 每一阶段只要我们觉察到 就不应听之认之 时刻高举正知正念的利剑 在烦恼将产生 正产生和产生后 各个阶段都有 斩断扭转的时机 无助菩萨也说 最初升起烦恼 即能认识 中间升起对峙的力量断除 最后为了后不复生而努力 祭天菩萨在入菩萨行中 讲到了对峙时机 心意出生计 知己有过矣 及时当稳重 坚持住如树 我们要时时刻刻 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 用正知正念去审查 在心念最初升起时 如果是不好的念头 就应该像大树一样 稳重安住 不让坏念头升起 如果升起了 就要立即断除 否则 最初发生时 心甘情愿接纳 任其滋生蔓延 等到烦恼串习成熟 力量增大时 要铲除就困难了 以正知正念 断除烦恼习气的训练 是可以十分有序的 也可以是随机的 有序的训练 即坐上入定的时候 利用忌止和圣观结合的方法 对峙散乱 只有这样 佛子才拥有了 无尽能力和勇气的补给战 一方面可以获得内在的宁静 另一方面可以培养 明锐的洞察力和辨析力 例如 当我们被贪欲控制时 可以选择在近处打坐 排除一切外来干扰 思维 我们一直在经历轮回中 形形色色的苦痛 却从未察觉到 贪欲妄念的活动 以及我们的生命 如何被贪欲妄念主宰 若不认清贪欲 就会像毁了过去一样 毁了未来 一再地重蹈轮回的覆辙 特别要专注思维 所贪对境的本质 从空性见地的角度 观修并根治贪欲 最终看破贪欲虚幻不实 从而减少 甚至彻底摆脱其控制 这样修持 妄念的力量 才能在萌芽阶段得以遏制 在滋长阶段得以化解 对于称恨、愚痴、傲慢 嫉妒等任何烦恼习气 都应该这样去对质 这种训练适用于 资良道和家行道的行者 随机的训练 即坐下出定时 延续坐上修持得来的感受 以正知正念反观自新 并对烦恼习气施以重击 正如狼日唐八尊者所教导 一举一动 观自新 正当烦恼出蒙声 危害赐予他人时 愿急呵斥 令消除 例如 在上班的路上 遭遇别人 无理挤兑超车 你的怒怒症爆发时 是否想到安忍的功德 当你购买的欲望膨胀时 是否想起知足才有幸福 当你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时 是否想到这是在消除过去的素叶 当你纠结于子女的教育时 是否会善巧地引导其建立正确的世界观 当你面对恩将仇报时 是否能想起慈悲心 当内心充满恐惧时 是否意念起上师三宝的护持 当你事业上升 志得意满时 是否想到一切皆无常的事实 当你失去珍贵的心爱之物时 是否想起诸法如梦幻泡影的空性教授 当别人对我们横加指责时 是否想到这正是让我们认清自己的善知识 每当我们意念起这些对质方法 生命将全然改观 这本身就是很实际的一种转化和成就 当我们随时随地聚足正知正念的时候 不失可以是在被一只蚊子叮咬的时候 持戒可以是在资意采购服装的时候 记纸的修持可以是在厨房里切土豆丝的时候 圣观可以是我们在餐桌上享用饮食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灾害新闻中的苦难众生 修自他相患 可以对一只四处觅食的流浪狗 修自他平等 可以在欣赏美妙音乐时 修持供养 累积福德 只要具足正知正念 生活中处处是道场 事事是修行 负面的能量一旦出现 我们立即以正知正念的宝剑 将之斩断 粉碎 消灭于无形 这种基于智慧的攻击 其实是最直接的慈悲 哪怕对此能有勇气 稍微做出一点努力 我们都会有所转变 生活变得轻松许多 不会像以往那样 全然无助地困于宿业 却把被业力牵引 自诩为随缘 与烦恼敌做斗争的情形 在数菩萨行精进品中 祭天菩萨说得很详细 例如 沙场老兵将 御敌避风向 如是回祸刃 巧复烦恼敌 意思是说 就像沙场老将 善于和敌人做斗争一样 我们也要善于依靠 烦恼的对峙法 战阵施力剑 聚杀即拾取 如是若失念 未欲速提起 这是说 就像战斗时 如果剑从手中滑落 就要快速拾起一样 同样 如果丢失正知正念 则以畏惧对落恶趣之心 立即提起 入菩萨行还比喻 寻血即流动 见毒速变身 如是获得变 罪恶尽负心 这是说 如果被毒箭射伤 应立即切除受伤部位 避免毒液流不全身 同样 烦恼升起之时 就须及时遮止 如人箭逼身 行持满驳游 俱易律遭杀 护戒当如是 这是提醒我们 与烦恼敌作战时 需非常谨慎地 依止正知正念 妇如舌入怀 急起速抖落 如是棉泻质 警醒速消除 是说 当昏睡 懈怠等烦恼升起之时 就应当立即警醒遮止 在对治烦恼的过程中 由于习气过于强大 我们必然会屡遭挫败 这很正常 每当气馁时 行者可以阅读过去圣贤的传记 和思维解脱的利益 以此激励自己持续训练 就这样 通过坐上有序的训练 和坐下随机的训练相结合 把佛法的见地 细致地渗透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里 这时 我们甚至对每喝一杯水 每说一句话 每走一步路的态度 都发生了转变 就说明佛法 已经在对我们发生作用了 为检验修行成果 我们可以拷问自己 是否当烦恼一升起时 对质之方就立刻到来 若是如此 那么说明修得不错 已经或多或少 有了转化烦恼的真实体验 若只是能说会道 却不见得有任何 对质烦恼的实际能力 需要对质方法时 便寻不着 而反被烦恼所致 总是一直徘徊在 以往的旧习气里 那么就说明 修持还远远不够 尚需不懈努力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跟上任波切所著的正觉之道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